星期五报纸广告在卖房子的特多 来看看我这个全部 哇 刊的满版 这个引发了北台湾价格破坏效应的这个案子 非常引发关注 业者告诉我们说卖得不错 七八成八九成 业底来告诉我们 到底广告越刊越大 卖得不错 我怎么广告越刊越大 是半夜吹口哨 还是真的卖得很好呢 对 没错 为什么建商广告灯这么大呢 因为明天放假了嘛 那建商就不希望大家去抓宝可梦 希望大家赶快去看房子 买房子 好了 军商事实上 这个广告 这个建案 其实非常有名 为什么 因为当初 我们在节目里头 有跟大家提到这个建案 江翠XXX 好 事实上 当初建商是说 他们造成轰动 很多观众朋友 很多民众 就拿着号码牌半夜去排队 我们也看到画面了 真的是大牌长龙 对 而且建商是号称 一个礼拜卖七成 七月底卖到现在 整整是卖出了九成 但问题是 具体上我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 而且非常质疑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今天的广告是 对开全版这么大的一个广告 对不对 可是我们对到上个礼拜 同样的一个建案是 全版的广告 也就是如果你卖得那么好 为什么上个礼拜的广告 是这个样子 这个礼拜的广告 变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你的预算 多了整整一倍 有没有可能就像这个 400接力 最后一棒要抢跑道 然后拉尾盘 冲刺 还是极有可能是 它根本就没有卖得 像建商讲得那么好 那你要拿出证据 对 我们拿出证据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相关的一个网站 结果大家发现 这个建案还没卖完 还在卖 对不对 可是已经有22间屋主 在网路上要求售 这显示什么 这极有可能就是 投资客因为自住 根本还没搬进去 对不对 那既然投资客 这么多的一个社区 大家想想 接下来它的住屋品质 好不好 好 这是一个思考的考量 再来就是 如果投资客 抢进这个变成了 投资客眼中的新标的的话 他左手满 右手出脱的话 糟糕了 会不会造成市场上卖压 一下子暴增起来呢 只有可能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多杀多的一个格局 因为大家都害怕 这个卖不掉 所以呢 只有可能在价格上面 做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给观众朋友看一个 最新的一个统计 这是有关于房市的 廉政中心最新的一个 调查资料显示 虽然这个利率 房贷利率是连13降 感觉像大家去买房子 压力没那么大 对不对 但不好意思 最新的统计是 今年第一季 第六度的平均核贷的陈数 跟去年第四季 比较起来是呈现下降 这表示呢 这什么意思 你今天利率越来越低 你刚刚讲了 老百姓应该越来越容易贷 越容易贷 我就去贷更多 怎么反而 你核贷出来的 越来越少呢 对 就是因为银行也看不好 房市未来的一个趋势 所以他宁可在核贷的部分 放款的部分 谨慎一点 因为他怕你钱还不出来 好了 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 黄南京的总经理张云鹏 还有特别解释 他有说确实景气有在复苏 但问题是力道真的并不太强 尤其是像是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 进入落后 红色供应链崛起等等 更重要的核心原因还在这边 房地产的市场一蹶不振 好了 那这个房市的景气一蹶不振 最指标的一个源头 最值得要观察现象是什么 当然就是高价宅卖不动 好 我们也来看这个 实价登陆的一个资料 台北市上半年单评 100万以上的成交量 跟高峰期2014年的高峰期 比较起来只剩两层 真的是有够凄惨 其中 重灾区 松山区 它就从前年上半年的高峰量 也就是108件 减到只剩下4件 量说是整整96% 所以今天房市你说 房市回村了吗 或者房市还要继续来下行 继续下修 豪宅卖不动 就是一个非常刚强的指标 对 那更不要说 大安区本来就是高价宅的 这个成交量的一个第一名 那大安区的情况也非常非常的惨 它高峰期的时候 它的成交量还有245件 可是到了今年只剩下39件 换句话说 量说也是同样高达84% 那信息去更不用讲了 一样 量说74% 现在房市你不要说景气 还没看到拐点 事实上拐点离多远 没有人知道 但是还有个更新更新的 更不利房子的风 现在居然更多的建商房子 盖到一半 脚底抹油走了 撤场 对 没错 因为建商房子 刚好最后发现拿出去卖 不好卖 所以建商干脆就撤场了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这个是助展杂志的一个统计调查 过去这四年来 余屋量前十大的一个行政区 第一名是中理 它的余屋高达了是1900多户 将近2000户 二三名之后 这个依序分别是巴德 竹北 新竹市 桃园等等 对 那大家会说那台北市情况如何呢 台北市 相较之下好一点 有hold住整个台北市的 地区它的余屋量大概就是2000户左右 是等于中立 你看 光是一个中立就将近2000户 然后整个天龙国 12个 13个行政区 也才2000户 换句话说 那这样台北的这个卖压 肯定不会太大 因为出来代售的房子 就那么2000间 对 所以现在建商就说 他们做了这个 进一步的一个解释 他们说换句话说 台北还是卖得不错 所以感觉上台北的房价 杀不下来了 台北的房价还是一涨难跌 不然你再犹豫一下 它又涨上去了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俊相 我们来举实际的例子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个是北投某一个新建案 路XX 事实上这个社区 号称什么宁静社区 附近有13万坪的一个绿地 真的感觉 很棒 条件很好 离捷运站很近 生活经验挺不赖的 当时他开价一坪是80万 可是问题是 交屋才没多久 旧屋主拿出来卖 他的开价一坪是70万 怎么搞错 条件这么好的地方 你一交屋就打了几折 等于是打88折 而且这只是开价 还是要再强调一下 没错 而且这还是 14楼里头的13楼是高楼层 你不要讲说 如果到七八层楼 或是更低三四层楼的话 价格就更软了 对 同样我们再来看 齐岩重化区有一个建案 是华叉建设的 当时它开价也是1坪80万 同样它附近有四座公园 感觉生活的环境非常非常的好 那时候开股东会的时候 这家建商的负责人 还在股东会上 跟所有的小股东说 大家安啦 我们案子卖得很好 你们可以安心睡觉 你看 有量了 也有价 那价格应该 卖得漂亮 价格有撑咯 这个更恐怖 怎么说呢 因为它才交屋 一个月已经有屋主 又拿出来卖 价格如何呢 同样只剩下69万 换句话说 又是打了86折87折 所以十位 台北2000户的云屋量体不大 建商跟我们说 他可能只涨不跌 但是两个案子就打脸了 其实这一波的投资客 很不爽建商 就是爽 都是你们在爽 当年我们花那么多钱 跟你买房子 我们信任你 结果现在建商 根本不理投资客 你说那2000余屋真的不多 可是建商也没有 也没有对这些投资客客气 就是亏钱是你亏 然后如果我推新的案子 对不起 我还是很低的价格 因为我要过生活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纵使说建商 现在这些余屋量 他价格占不降 但他只要推新的案子 价格一定是创新低 让你多对于前期的投资客 情何以堪 所以根本就是 你只好跟着沙丁 你才卖得掉 是嘛 所以等于是说 这些投资客当初占助了这样 结果现在亏了一屁股 进一步大家就要问了 好 那你价格一破坏之后 再来就等烟尘落定 我才知道我往哪里走 我去买哪里的房子 十位就要告诉大家 有四个指标来告诉大家 房市有没有真正落了底 是的 其实很多建商都在教大家说 现在房市落底了 赶快入场 我们脱裤子了 所以房家在入场 没有这回事 今年大概不会入底了 可是我要教你们 怎么去判断什么叫入底 有这四个方式是我常常做的 第一个是上市建商倒闭 两间以上 去年倒了一间上柜公司 但是那个上柜公司 因为根本太小了 如果说今年有倒两家 上市表示说 好了 现在大家知道 我宁愿先亏钱 我愿意亏钱 我倒掉了 政府就开始关系这个问题了 拜託市场已经到了底了 所以今天主要是建商 那如果小建商倒了 他就跑了就跑了 他上市都影响龐大的投资人 金融秩序会危急 是啊 这表示说 现在真的是很惨到极点了 这叫极点 可是在此之前有没有倒 没有 小建商可能有倒了 什么周转不连 但是有没有什么事 也没有 因为小建商规模不大 所以现在目前不是到底的 盯着上市建商的动态 还有第二个讯号是什么 那今年的房价回到5年前行情 约莫就是打7折 我们今年打了7折了吗 还没啊 很多经商说 我们落底了 什么多少万到多少万什么 比如说姜翠那个案子 他说40这样 好像打7折了 落底了 他这样告诉引导他 但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平均的 比如说整个板桥 都打了7折了 好 那个叫落底 那我问你 你这个是今年房价5年前对比 那如果到隔一年之后 到2017年 我就去对比2012年的这个概念 是的 可是你不要把 比如说因为很多建商 等于是把从去年到现在 跌了多少 或甚至有房仲奖是说 从历史新高点到现在 跌了多少来比较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你要回到5年前的 所以大概就是7折左右 现在的行情是这个样 那你要注意 今年是一个是平均行情 是平均跌7折 而不是只有一个案子 跌7折 因为你一个案子跌7折 代表平均的话 好 你可能会有了6折 有5折 有了8折 所以平均到7折 所以如果现在 只有一个案子到7折 不代表说平均到7折 再来 是跟10价对10价比 不是开价对10价比 所以刚刚燕燕讲说 打了8几折 还没 那是开价对开价来比 不是10价对10价来比 好 7折最重要 第三个讯号是什么 好了 因为过去 常常又有一些那种 景气真的烂到底了 所以陈水扁时代 当总统的时候 就来个优惠房贷 所以如果今天蔡英文实贷 今年就要救市 我想她四年后 就不用再选了 因为过去还没有 烂到政府要 政府也没钱的话说回来 不是 她现在是摆烂当中 因为她那三把件 一直射不出去 所以那些投资客 到底是要叠价 还是不叠价 还在犹豫当中 但自助客体的心就是不加价 所以如果今天蔡英文 那三把件早一点射 房价早一点落底 所以大家都已经好事 那如果说今天到了 落底已经到了很惨 比如说房价都跌了7成了 7成 银行不会倒 放心 那7成怎么办 那政府就可能会出来救市 比如说稳定机制出现 新的优惠房那些出现 这叫救市 或甚至是说什么 买房子 免缴税之类的 这很别的国家有做过 好 最后一个叫做 社会住宅出租率项 这个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讲到社会住宅 我们要帮小英总统讲一点话 今天我们从两岸 从经济到劳工政策 我们就说这个成绩 实在不忍足堵 但是小英总统做对了一件事情 她在房价最高的北北基 将近超过76% 8万户的地方 整个蓝图 几几乎已经整个浮现在这里了 太慢了 还太慢了 太少了 其实台湾缺额的社会住宅 至少40万户 他只规划20万户 而在中间还包挂说 哪房子出来出租的部分 所以根本就不够 但我希望说它快一点 因为那边慢吞吞 幹什么 台北市都这么慢了 那我们讲说社会住宅的 出租的项目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大家开始去租房子 因为我们没有钱 可是突然间就发现社会住宅 开始有人空屋了 不是说买不起了吗 应该很多人租 对 租嘛 租完之后 我开始存钱 我转租为买 社会住宅开始出现 很多的空屋的时候 当这些人明明可以租到便宜的房子 却不租 然后搬走 搬去哪呢 那这股风后面又说明什么 等一下史卫说给你听 房市落底了没有 四大讯号 史卫讲到最后一个 这个我就三个问题 有点看不懂了 社会住宅出租率下降的时候 可能就是落底的时候 为什么 是啊 我们想像 如果说今天我们社会上 有20万户收入之后 正在蓬勃的出租当中 好了 今天我租了社会住宅 突然间我不租了 因为我可能存够钱了 我要转租为买了 是不是就落底了呢 原来他不租是因为 他开始要去买了 买得起了 买得起了 而且我工作稳定了 我可以买了 是不是就表示说 我们社会气氛已经到底 就往上走了 这不是不可能 但不会是现在 可能是四年以后 可能是八年后 但至少是两年以后的世界 我们讲说最快 比较快的是 房价回到五年前 是比较快发生的事情 对 如果说现在建商 愿意体认到说 现在大家自助客 只要降价 而不要再涨价的时候 这个点可能会快一点 引发大家 趕快的忙碌 所以这四大讯话 你第一个会看到的 在简单中 下去 真的 这一张 都没有 的 这家装 全